貼到了前十名的直條圖 那我覺得應該跟剛剛的問題差不多 所以我就把剛剛的問題直接複製 有沒有這個歷年切到折騰圖 複製之後貼到底下 那我改了幾個地方 分別就改這個 它的那個名稱不一樣 然後範圍好像也不一樣 它範圍是到B13 那剛剛好像B12 那其他好像都 還有這個 標題名稱 這個標題改一下 其他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結果執行的 它應該也就差不多 馬上就幫我把結果給做出來 那我把它複製一下 另外的話呢 可以把它再貼到我們的Visual Basic這邊 記得把它貼到模組的最下方 然後我剛剛Run了一下 我發現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在這個地方 只要這個Sub裡面呢 其中一個地方點一下 按執行 它就幫我把 路接到的前十名字條圖 就直接畫出來了 當然最後我個人的習慣 我還是會把這個程式 這個Sub稍微做一個整理 那我的習慣是第一個 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路接到前十名字條圖 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改成這個 所以這個Sub的名稱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習慣 因為之前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在這個程式裡面 你看到DIM DIM的話實際上就是宣告的意思 宣告變數是什麼形態 當然呢 這個宣告的部分 在VBA是可有可無 也就是有也可以 沒有也沒關係 所以呢 如果我的習慣 那可有可無 那我乾脆無就好 因為為什麼你要多寫這幾行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它刪掉 然後其他的話 可能有空白的一些 空白行 我不太喜歡看到空白 因為反而會增加我閱讀程式 的時候 好像會多空一些東西 我個人比較不習慣 所以我會把它刪除掉 讓這個程式看起來 比較其中一點 不然的話 可能要一直捲動 那把不需要的刪掉之後 程式就感覺好像 比較集中了 而且比較 似乎好像看起來 比較沒那麼多 比較沒那麼可怕的感覺 OK 那其實也就是 一語閱讀啦 OK 那最後執行看看 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改完會不會有錯 再執行看看 好像應該沒錯 那最後的話一樣 再增加一個三圖 可是你說老師 那三圖 如果我再寫一個的話 我可不可以拿 前面這個來改 其實當然可以啦 你就直接把這個三圖 複製一下 但是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把它貼上之後 你就刪除 剛才三圖二算了 不要拖懶一下 然後呢 只要改那個 他的什麼 這個名稱就可以 這個名稱就是 他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就OK了 好 那三圖二看一下 三圖 看看能不能把它刪掉 可以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有一個 三圖二 就可以把剛剛的那個圖 又刪掉了 以此類推啦 所以最後的話 還有各區比例 不過各區比例 可能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概念是一樣的 那請各位後面的部分 就把它完成 那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那個三圖二 你覺得說 這樣感覺好像 跟三圖好像差不多耶 那為什麼要特別寫兩個 跟各位講對 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不想要寫兩個的話 其實你在這個 在著哪一個工作表物件的時候 後面這個敘述 其實你根本不用特別跟他講 哪一個工作表 直接跟他講這個工作表就可以了 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我現在已經正在點 點擊的這一個嘛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不想要多寫一個 一樣的程式 那又要去指向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改成叫ActiveShoot 就是工作表物件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個後面不用給他名 也不用付出 因為他只會一個 把前面的這個什麼呢 前面的這個List World Book 改成叫Active就可能 Active就是目前被使用當中的 有沒有 Active 所以這個名稱 應該也算好記啦 叫ActiveShoot 沒有加ActiveShoot 主要是只會選一個 不會選多個 OK 指的就是那一個啦 就是現在使用當中這一個 所以如果假如你用ActiveShoot的話 你三圖二就不需要了 一個三圖兩邊都可以用 所以你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然後三圖的話 直接就改成 有沒有 那如果你切到這邊的話呢 執行的話 像這個是歷年切到折欠圖 那如果你這邊刪圖的話 也OK 為什麼 因為這邊的敘述 就是這個工作表 你不用特別跟我講哪一個 反正就這個啦 有時候比如說你要叫那個人 你就叫那個就好了 那個人 有沒有 你不用特別講他的名字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那個人 OK 到底差不多 這個ActiveShoot 就是那個工作表 OK 他就知道了 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目前 游標點選的那一個 OK 所以請各位 如果假設了 三圖你希望簡單一點的話 你可以改一下 叫ActiveShoot 這樣OK的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一樣 請你在這邊 加上兩個按鈕 過來一下 拿這兩個來改 這兩個呢 按Ctrl鍵 點他一下 然後CtrlC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 CtrlV貼上 然後移過來一下 移到這邊 OK 這邊按右鍵 可以重新改 改成叫歷年 改成叫 路階到前十名字條圖 再來 裡面的字一樣可以改 把它改一下 那三圖不用改 因為三圖他們兩個共用 OK 這樣OK 三圖 好像太 有蓋掉 所以這個我把它按Ctrl鍵 再去選這兩個 再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OK 這樣就完美 所以今天的作業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練習 完成入階道部分 所以今天 然後我們又增加了 用CtrlV幫我產生畫圖的這個部分 我會希望請各位把這三個圖 都分別加上產生圖跟三圖的按鈕 OK 最後記得你存檔類型不要存錯了 請各位記得一定另存新檔 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如果你存錯的話 那就沒救了 因為上禮拜好像有同學存成CSV 等於是你做什麼都會全部消失 所以好像我剛開始有跟各位講說 你乾脆直接就另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不然的話你最後 假設你選錯了 結果就全錯了 OK 那剩下的時間 給各位試著把今天講的這個 用CtrlV幫忙寫出畫圖的這個VBA程式 都多練習看看 好